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就深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做出重要指示指出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 十年来 各自贸试验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解放思想、守正创新 推出了一大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 形成了许多标志性、引领性、制度创新成果 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 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 要在全面总结十年建设经验基础上 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永坐开拓进取攻坚克难的先锋 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 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统筹发展和安全 高标准对接国际经贸规则 深入推进制度性开放 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 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 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 自贸试验区建设十周年座谈会 9月26号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在会上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并讲话 表示要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总结自贸试验区建设经验 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继续转换观念 强化保障举措 统筹发展和安全 制度创新要力争有新突破 促进开放要有新拓展 谋划发展要有新提高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 座谈会上 商务部负责同志 汇报了自贸试验区十年建设情况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 和上海 天津 福建 辽宁 四川 广西负责同志 做了发言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21个自贸试验区 所在省区市负责同志等 参加座谈会